《公厨将军 回忆录》 第八边 中央苏区的末期 第六章 出逃前后 A 中央苏区瓦解了 战争是要靠人力 物力 财力来支持的 当时 中央军区直接指挥的军队上有两万三千多人 江西 福建 干南三个军区也有一万三千多人 合起来则有三万七千人之多 装备虽不如野战军 但力量尚数非小 与朱毛出道敏干边区时相比要强得多 也和第一次反围剿时的兵力差不多 但由于红军主力的突围 以及苏区经济的总崩溃 士气民心都已受到极大的影响 每个人都似有大祸即将临头的彷徨心情 我是这个地区最高军事指挥部的幕僚长 对于今后军事供应问题不能不做一个切实的研究 当时由司令部召开一次敏干两省党政高级干部会议 检查了苏区内的人力 物力 财力的情形 特别是存粮还有多少 当时统计的数字令我吃惊 人力已无可动员了 物力 全部在现有军事组织之内 此外也无可利用 粮食 以三万七千人计算 仅能支持两个月的供应 会后 我在百忙中亲到长厅 瑞金 余都三线地区去视察 所见到的是凋零 凄惨 一片荒凉 到处风声鹤唳 充满了日暮图穷的失败现象 令我非常失望和痛心 我们中央军区司令部所存的现金只有十万元 是中央军区成立时 党中央发下来已被必要时开支的 两个月后 我们怎样支持下去 我和向英 陈毅三个人 重新研究这个迫切的问题 我们在无法中决定将全部苏区红军 包括各省军区独立团整编为五个师 一个野战炮兵团 一个教导团 放弃苏区 继续突围 追随野战军的路线西进 准备与野战军会合 集中行动 并将这个计划以无限电报向正在流窜中的中共中央请示 很快地便接到中央的复电 内容如下 一 鉴于野战军突围受挫经验 中央军区应立即放弃突围计划 而将部队分散游击 二 敏浙干区 中央苏区在内 成立本党中央分局 该区党政军由向英负责 三 以公储率步兵一个团 配足电讯器材 突围转移至香越贵边地区 收集野战军遗留部队 建立新根据地 并在该区设立本党中央分局 苏维埃政府及红军总指挥部 该区之党政军事宜 及由公储负责 同志们见到党中央对我如此信任 给予我以独当一面的党政军大权 以为是莫大的荣幸 但我对这些高级的名位并不感到荣耀 反而感到责任更加重大 随时随地都可能遭到挫折 毛泽东以中央苏维埃主席之尊 也屡次遭到开除中委 警告及留党查看的处分 那便是最好的榜样 因为我们的命运并没有掌握在自己手里 而是掌握在那高高在上的苏俄顾问及政治保卫局的特务手里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受那些魔鬼支配呢 向英接到这个电报后 表现得很彷徨 他对我说 我们指挥着五个师的大军 你走了 我怎么办呢 我对他说 陈毅同志虽然不是军人出身 但他有丰富的军事经验 可将24师师长周建平同志调来司令部工作 就足以领导了 况且以后作战以游击战为主 尽可能避免阵地战 军事问题或许比较简单了 他表示 中央既有指示 只得照办 并很客气地让我挑选红军中装备优良的部队 24师72团 约1200人和两座无线电台的人员 配足通讯器材 带了1万元上海实业银行纸币做经费 离开中央军区司令部的所在地 惠昌县署之西江市 向香岳桂边区进发 过去 我在粤干干南两军区司令员任内时 国家政治保卫局派在我身旁的特务员足有一排人之多 这次 由于党中央对我特别信任 派在我身边的保卫局特务员减少了三分之二 只有一个班的人数 因为我是这一个单位中共党的负责人 这些特务要受我指挥 他们自然无微不至地招呼着我 任劳任怨地做着各种琐碎的工作 但同时 他们仍然无时无刻不再监视着我 就是上厕所时 也有两个特务员借警卫名义守候在门外 这种生活不过比囚犯略胜一筹而已 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 岂能长此地生活下去 可是我依旧忍耐着 等待着 希望有一个最好的时机来临 红军主力突围后 国民党军事当局仅派湖南之河建为追缴军总司令 及调动围剿苏区之薛岳周辉元两个军跟踪追击 其于围剿苏区的军队均未调动 并派顾铺同为江西绥靖主任 蒋鼎门为福建绥靖主任 陈济堂为广东绥靖主任 继续其碉堡围剿进攻政策 分区清剿 他们调整部署后 由1935年1月起开始清剿工作 由于苏区红军战役消沉又缺乏粮食 且采取分散游击之计划 当国军大举进攻时 除了江西军区曾予以坚强抵抗外 其余红军分散游击或潜伏保存实力 避免与国军作战 由1月至3月这一期间 中央军区红军及地方武装被国军搜缴消灭甚多 2月间 江西军区之残部由增山率领分散潜伏于东顾山区 3月初旬 干南军区之红军千余人由蔡惠文率领向南突围 被越军截击 伤亡惨重 仅存300余人 留散至香越干边区游击 敏测干区红军总指挥 中央军区改称 向英及政治部主任陈毅率领红军24师之一部 于3月中旬流窜至越干边区之游山 以后就潜伏大禹山脉地区 福建军区之红军由张鼎成 邓子辉 中旬人等领导潜伏于武夷山区 至此 中央苏区已无大股红军活动 苏维埃政权全部被摧毁了 国民党第五次围剿苏区的军事行动至3月底也宣告结束了 该区红军残余部队 待至1937年国共再度合作抗日后编为新四军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只要把创作抗政府拟捏 课历佩部队 编起 课历佩部队